现在台湾的内需真的很畅旺 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听到科技业百万年薪 但现在不只是科技业 像是餐厅业者Momo Paradise 他们为了要找厉害的人员 竟然祭出起薪六万 甚至加奖金年薪是可以破百的 而鼎王的电箱里月薪也给到了七万块 掀起了抢人大战 葡萄色酱油汤底 牛肉片涮到八分熟 截至放入鹅黄色新鲜蛋液 不过现在吃收喜烧 不再只是大口吃肉 吃的是服务是kimochi 现在吃收喜烧 其实更讲究的是桌边服务 像我现在把我的青菜都煮光光了 但我一想要喊店员 他早就发现 你好 帮你加点蔬菜 不是店员会读心术 而是得实时注意每桌的用餐情形 要找这么强的厂控店员 连锁收喜烧真才大家心 从临经验的服务人员起薪三万五 店账值更夸张 月薪直接60K起 加上奖金 年薪百万没问题 最高当然是我们的店长值跟主厨 那他们的话原则上一个月 基本上六万块起薪不是问题 那如果再加上他的计奖金 然后还有我们的团体年薪 还有就是九任奖金的部分 其实年薪到百万都不是问题 收喜烧火锅薪水给的大方 像是涮奶液储备电经理四万五起 逐渐基层服务人员最高给到四十六K 电竹馆起薪更有五万二 鼎王也不遑多让 外场服务人员起薪四万五 走到电箱里月薪七十K 献煞众人 听起来不错 有喔 会喔 会喔 因为我做科技业 顶多也才领快五万而已 要吹冷气啊 做办公室吹冷气 加薪不手软 因为摊开餐饮业八月 营业额就高达898亿 不仅年增百分之十四点三 还创历史新高 零售业前八月 更冲出近三兆元的好成绩 现在得要加紧找人 迎接这强劲的消费动能 东西安新闻 许前赵和珍 台北报导